早晚我都在四大运动场运动快走 然后来这边上课以后 老师就告诉我们说 要常常去认识新朋友 主动与陌生人打招呼 所以我就看到不管是年纪大的 还是中年的还是年轻的 我都会主动与他们打招呼 现在我认识了好多新的朋友 我有一天到台铁的车站 那么就去上厕所 蹲下去以后爬不起来 那很困 虽然奋斗了半天 拉这里拉里都起不来 那我说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以前不会啊 那我在这边来上课以后 这边的老师就讲说 要这个信念这个肌肉 那经过这一讲以后 那我就比如说蹲下去 站起来每天来练习 那么这个后来 准备好久再去的话 就没问题了 就是就可以这样 不要搬东西 一下就可以站起来 以前都是大吃大喝 天天应酬 大吃大喝之后 身上装了支架 我来到这边最大的改变就是 我早睡早起 而且饮食方面也改变了 气温饱就好了 让我的生活比较规律 早睡早起 精神好 之前反正自己一个人在家嘛 那就是看电视 要不然就看小说 要不然就经常去运动 去游泳 因为我每天一定去 去两次游泳室 那后来发现 这边有很多杂志可以看啊 而且这边又可以唱卡OK啊 然后又有期盼可以下棋啊 所以来这边我就觉得非常快乐啊 我以前的生活是很随性的 想怎么做就什么 想电视好看就看熬夜 然后来到这里以后 我学习到很多正确的生活习惯 就是说不能熬夜 然后要呼吸要做复式呼吸 这样身体会更健康 然后还要走路 那在这里又教了很多朋友 那学到很多新知识 然后所以我一直有空就把这里当做第二个家 来到以后 我大概有空我就会想到这边了 因为这边有很多的课程跟活动 我大概也参加过一次 一期两期的相关的课程 它可以对老人有很大的帮助 包括你的人际关系 可以认识很多的朋友 另外它这边有一些 对老人有帮助的一些 集刊杂志 大概每一本我差不多都看过 就是有看到他们就高兴 进步很多啦 差很多就对了啦 就是在家的话 没有这里好 这个动动客啊 头脑啦 还有这个什么手脚啦 都有 都很进步啦 比来以前 真的差很多 也比较 真的我自己看起来都比较年轻